我们就开始讲第三章了 消费税法 在讲消费税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对它有一个整体上的认识 那每一个税呢 我们说它的特点都不一样 在学的时候咱也别着急 说一股脑的就扎进去这个税具体的内容里 我们就可见往下学 别这样 我们先看一下它大体上长什么样子 大体上有哪些特点 先对它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之后 咱们再来学习 消费税这块也一样 我们先来看它的特点 第一个 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具有选择性 那首先说消费税这块 你说什么情况下叫消费税呢 是说我消费的时候 我买东西的时候 有这个消费就要交消费税吗 你可不能这么理解 不是的 这的消费税说的是 对于应税消费品征收的一个税 那就是说 在消费税征税范围这块呢 有规定 那针对的都是应税消费品 具体后面呢 我们要学15个税目 只有在这15个范围里的 那才是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如果它没有在这15个税目范围里 那它就不属于消费税征税范围 就不征收消费税了 这个是我们说它的征税范围有选择性 那对应的你可以去跟增值税做一个比较 增值税 增税范围非常非常广吧 你现在目之所及 基本上都是征收增值税的 消费税不一样啊 它的征税范围有选择 好第二个 第二个说一般情况下 消费税的征税环节具有代益性 那对应的又要想增值税了 增值税我们说有增值 你就要来交税 它是一个环环征收的税 但是消费税不一样 消费税一般情况下 它就交一次 就是说的征税环节具有代益性 那具体征税环节是啥时候 是生产环节呢 还是流通环节呢 还是说最后零售的环节呢 这个就是指征税环节 好那现在啊 如果说你是国家 你是税务局这块的人 那你在确定征税环节的时候 你是给它放到哪个环节 征税好征上来呢 你是在最后的零售环节好征呢 你还是给它放到生产环节好征 肯定是源头对吧 那你想生产环节 它都是一些大型企业 一些中型企业 那你征税的时候 你只用把这些大中型的企业 你给它管控好了 那这个税源它流失的呢 可能性就不那么大 那如果你反过来 你就说在零售环节征 那你怎么去管控那些批发商 怎么去管控那些零售商 那你的征管效率啊 就大大降低了 征管难度就上去了对吧 所以说这个消费税呢 我们也是考虑到 征收管理这个征管成本这方面 大多数的消费品 我们在征税的时候 都是源头征税 那所谓源头就是生产环节 从没有到有生产出来的过程 好生产环节征税 或者是说委托加工环节 这个东西 你委托给别人加工 委托加工环节也征税 这个也是源头 然后呢就是进口环节 进口环节也是这个东西 从没有到有 就是在我国境内 从无到有出现的过程 所以说进口环节呢 它也属于源头啊 那这个接下来呢 这几节课 我在提的时候 我就会经常说 生伪进 生伪进 生伪进也就是指的 生产环节 委托加工环节和进口环节 他们都是源头环节 好这个说的是一般情况下 你看这多严谨啊 说一般情况下都是单一环节征税 而且都是源头征税 那就是有例外 有一些特殊情形 它不是在源头征税的 它有在批发环节征税的 有在零售环节征税的 有在零售环节征税的 那这个是说它的特殊情形 然后有一些呢 它还不是单一征税 不是说征一次税 它征了两道税 那就会有加征的情形 好那这些特殊情形 一会咱们在学的时候呢 你就需要留意一下了啊 这些特殊情形 也是非常容易爱考察的地方 好这是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说 消费税的平均税率水平差异比较大 这消费税这块 有的税率1% 好家伙有的税率呢 40% 这差异多大呀 对吧 那其实差异当的有两点好处 第一个 那既然差异这么大 那你说它这个税收的调节作用 是不是就更明显了 就更有利于调节贫富差距 对吧 第二个 第二个它的好处呢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的了 那既然消费税 它的这个每个税务 对应的税率不一样 差异又比较大 那我们呢 就不用来记了啊 这是消费税这块 税率这块不用记了 比较开心 对吧 来看第四个 第四个说消费税的击税方法 就有一定的灵活性 那你就需要去讲增值税 增值税 我们算税的时候 都是一个金额 乘以一个比例 那它是什么计证方式啊 它是从价呢 从量呢 还是符合呢 这是第一章 讲税法要素的时候提到过的 前面一个金额 后面一个比例 它都是从价计证 这个是增值税啊 所有的都是从价计证 但是在消费税这 可全户了 你看有从价的 有从量的 还有复合的 复合复合呢 就是从价和从量的复合了 反正它挺全户的 这三种计证方式它都有 好 你再来看第五个 第五个说消费税是价内税 那说到价内税 就需要跟价外税联系上了吧 对吧 我们说增值税 它是价外税 啥意思 这个东西 这个货物啊 本身它的价格是100块钱 好 我在算增值税的时候 我是用这100乘以13%来算的 算出来这是13块钱 那这个增值税 你算的时候 价款里呢 100块钱里 没有包含增值税本身 所以它叫价外税 那价内税啥意思 现在啊 假设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应税消费品 它对应的消费税的税率 是20% 那我们在算消费税的时候呢 是用这100乘以20%来算的 就是20块钱 好 那这20块钱的消费税 它是包含在这100块钱的价格里的 你看你在算税的时候 是含了消费税的一个金额 那它就叫价内税 好吧 这块一定要搞清楚啊 消费税是价内税 所以消费税的积税依据 它是含了消费税本身的 好 这五个特点 你有一个了解了 好 下面 我们先来说这一章 我们讲哪些内容 首先刚上来呢 还是一些最最基础的东西 逃不掉的 每一个税种都一样 纳税义务人啊 税木税率啊 我们要说 好 说完了这些基础东西之后呢 我们就要学 应纳税额的计算 注意啊 对于消费税来说 它最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 大多数情况下 它的征税环节就有单一性 所以在哪个环节征税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在学应纳税额计算的时候呢 我们就分环节来学 我们分别看生产环节 委托加工环节 进口环节 以及特殊的环节 到底怎么来算税 我们是分环节来学的啊 这块需要大家注意 然后学完了之后 最后是一个征收管理 所以你会看到消费税这一章呢 它比起来增值税真的是清爽不少 对吧 那在学之前 跟大家说一下消费税 它的一个重要性 那今年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一些延期的考生 那这个出的题呢 也比较多 有多套题 那今年考试的时候呢 消费税 在每一套试卷里 它的分值分布是非常的不均衡 有的试卷里出现了两道消费税的题 有的试卷里一道都没有 这是今年的考试情况 其实呢 在今年之前 在以前的时候 消费税每年它都会出一道计算题 所以说整体来看呢 其实消费税这一章 它的平均分值大概是在九分左右 九分左右的一个分值啊 这个分值 它占比可不低 一点都不低 但是你看它学的内容呢 并不多 对不对 所以说消费税这一章 是大家真的可以是拿分的一章 它是性价比极高极高的一章 它比增值税性价比要高太多了 所以说消费税这一章呢 我们大家还是 心态上这块呢 我们要给它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 我们要引起对消费税 它的一个重视 好吧 好必须拿下 这一章我们是一分都不能丢的 好来看 做到这个之后啊 来一个个来学 我们先来学第一节 是纳税义务人税务和税率 首先纳税义务人 纳税义务人 你看他是说 在境内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 规定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 他是消费税的 纳税义务人 这个就是讲一般的规定 那具体啥意思 生产怎么来理解 那说我这个企业呢 我是一个生产企业 我把这个东西生产出来 我就要交消费税吗 注意啊 不是 不是说我给他生产出来 我就要交 不是 是对于生产企业来说 我生产出来之后呢 我得往外卖 对不对 我在卖的时候 我再交消费税 这个是对于生产来说的 好 那对于委托加工 这个业务来说呢 委托加工 那它也是属于源头啊 委托加工 我肯定委托方这块呢 我要把这个货给到受托方 然后再从受托方这提货 对吧 那它呢 对于委托方来说 委托方他是纳税人 那他什么时候交税 他是把这个货提回来的时候 他要交消费税 好吧 这个是委托方 他是纳税义务人 提货的时候 提回来的时候 他要交消费税 这个说的是委托加工 然后进口呢 这就不用说了 进口刚刚说了 进口货物的话 增值税你要交 对吧 进口货物 如果是应税消费品的话 那你消费税也要交 一样的 你谁进口买方 你来交就行 这个是我们讲的一般的规定啊 再来看后面 后面说 以及国务院确定的销售 应税消费品的 其他单位和个人 那后面这句话呢 其实他讲的就是一些特殊的规定了 这说的销售呢 就是说 有一些 他在批发环节还要争 有一些 他在零售环节也要争 那对于这些批发商来说 他在对外批发的时候 批发商是纳税义务人 好 对于零售商来说 他在对外 对顾客卖的时候 零售商就是纳税义务人 好吧 这个就是纳税义务人 我们给大家说的 他的规定 好 来 这个知道之后 来看下面啊 精准答疑这儿 我们刚刚刚刚刚刚跟大家说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学税务税率了 这块的内容 非常非常的重要 消费税可以说 在税务这块呢 每年都是出一道 这个客观题的都会出 都会出单选题或多选题啊 所以这块呢比较重要 首先在学之前 我们说总共学15个 这15个呢 大体上认识一下 来看给他分成了四类 那第一个呢 是对咱们的身体健康有害的 比如说吸烟啊 喝酒啊 你肯定喝酒过量饮酒 或者是说臭烟 对身体健康都不利 对吧 都有伤害 所以说这个要给他征收消费税 那第二个呢 是非生活必需品 比如说你这个是一个奢侈品 你买它 就是说 这是你生活所必需的吗 不是啊 你比如说这些 贵重首饰珠宝玉食 一些首饰 一些珠宝玉食 还有高档化妆品 这不是普通的一个护肤品啊 这是高档化妆品 这不是生活必需的 然后还有高档手表 游艇 高尔夫 求集求聚 那这个都属于是奢侈品的这个关系 这个奢侈品这一类的 它也是要征收消费税的 然后还有呢 就是跟环境保护有关系的 你看比如说 鞭炮焰火呀 你放鞭炮 肯定对环境有污染 对吧 肯定会加重雾霾 还有小汽车 这个尾气的排放 摩托车尾气的排放 还有这个涂料 一些挥发性的物质 对环境也有污染 还有电池 那肯定污染环境的 那这些跟环境污染有关系的 也是属于消费税征税范围啊 然后还有就是保护资源的 比如说我们说的成品油 石木地板 一次性筷子 那这些我们的一些木材资源 我们的一些石油资源 等等 这个处于出于保护资源的考虑 都是要征收消费税的 其实你看这几类 你能够体会出来 我们要规定 应税消费品的目的是啥 目的是啥 这些有害健康的 我要征税 这些奢侈品 我要征税 这些对环境有危害的 有污染的 我要征税 然后浪费资源的 我要征税 本质上 我是不是要限制你的消费呀 对吧 通过征收消费税的这个方式 让你这个价格里呢 含了消费税 最后你在对外卖的时候 你的售价就高一些 售价高了 从而来限制大家的一个消费 这个是哪些东西 我要限制你消费了 我就可以对你征收消费税 好吧 这是这几类啊 然后当然了 还有一个作用 那就是调节平复差距了 对吧 比如说非生活必需品 那有钱人玩的 那你不是有钱吗 那我就对你多挣点税 然后为国家财政做一些贡献 这个是说的 这十五类 好 这十五类呢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就行 然后这十五类 有同学说 有没有口诀呀 我跟你说啊 这十五类 你现在压根不用口诀来进行记忆 你就是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 是陌生的 但是你之后还会反复的来进行学习 这十五个你混一个眼熟就可以了 你不用来司机应备 到时候你考试的时候 你来选的时候 你也能选出来 更重要的是 这十五类里的一些细节规定 一些特殊规定 你要关注 好吧 不用记口诀啊 这是这十五类 好 下面 在学这十五类之前 我需要大家拿出来一张空白的纸 那这个纸上呢 需要大家做好一个总结 什么 这个纸上你分成四列 那第一列呢 你写税目 这税目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 这十五个税目 你分别写下来啊 一会儿 在学每一类的时候你写下来 这是第一列 那第二列呢 需要大家写一下 不缴消费税的情形 不缴消费税的情形 那不缴的这里呢 有两层含义 一个是压根不在征税范围 第二个是在征税范围 它给了免税的规定 这些特殊的规定 你都给它整理下来 一会儿整理的时候 那当然课上没有那么多时间 你就剪着关键字整理一下 好吧 更多的放到课下去进行一个补充 好 这是第二列 然后第三列 需要你做的 是计税依据这块做一个整理 计税依据 整理的时候 关于计税依据呢 我们是有从价计征的 从价 有从量 有符合 好 消费税这儿 在计税的时候 大多数的情况下 都是从价 所以从价的这些 你不用整理了啊 你整理就整理那些 从量计征的 和符合计征 它们的对应税目 这儿需要整理一下啊 看哪些是从量的 哪些是符合的 一会儿给它写下来 好 这是第三列 然后第四列 是关于征税环节的 一个整理 征税环节 哎 小四瓜 去一下logo 好吧 征税环节 我们刚刚说了 大多数的应税消费品 它都是在源头征税 都是在生为尽的环节征税 好 那你在学的时候 哪些消费品 它不是在生为尽环节征 它有特殊的规定 好 你把这些征税环节 再给它整理到对应的位置 好 这几个啊 请大家一会儿 务必做好总结 一会儿还要用 然后你总结完了之后呢 你会发现 你学消费税的时候呢 你思路呢 会清晰一些 一会儿再 讲最后 我们归纳总结的时候 印象也会更深一些啊 非常有帮助 好 知道这个之后 来 下面 我们就一个个的来看 首先第一个 我们说烟 烟就是大家平常见的这个烟 好 你直接看这个税率表 通过这个税率表 我们来进行学习 首先 烟的分类分成哪几类 烟的分类分成哪几类 能看到啊 包含卷烟 包含雪茄 包含烟丝 卷烟 雪茄烟 烟丝都属于烟的这个范围 有烟业吗 有烟业吗 没有 对不对 这需要你注意一下 烟业可是没有的 你自己给它标一下 烟业不属于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标一下 这是第一个 关于烟 它具体的一个分类 那第二个 你再来看卷烟这 卷烟这呢 又分成了甲类和乙类 甲类和乙类在分的时候呢 又是根据掉波价格 不同来进行了一个区分 好 看到掉波价格了 哎 啥是掉波价格呀 不知道 对不对 好 说到掉波价格呢 就需要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烟 它从生产一直到最后 流通到我们手里 这中间它要历经什么环节 这个环节呢 要跟大家说一下啊 首先呢 这个烟业 你不是说谁都能种 我们都是有规定的 规定你种你才能种啊 你不能说随便 我种点烟业吧 不行 你没有这个资格 好 那这个烟业种了之后呢 谁去收烟业 我们都有规定的 这个卷烟厂 它会去把这个烟业收上来 好 收上来之后 卷烟厂它就要开始生产了 对吧 它生产卷烟 好 这个卷烟厂呢 它把这个卷烟 它只能卖给烟草公司 只有烟草公司 有收购卷烟的资格 别人没有啊 烟草公司 从卷烟厂手里把这个卷烟收购上来 好 收购上来之后呢 接下来 它再给批发商 我画的太长了 它再给批发商 好 那批发商呢 它接下来 它再给零售商 最后 零售商卖给我们消费者个人 这是它整个的一个流通环节 你看拿货的话 都是有非常严格要求的 这每一个环节里 你都得有专门的经营资质 你不是说谁想卖就卖 也不是说你想买多少就买多少的 好吧 这个是我们说的 它整个流通环节 好 现在反过来说 掉拨价是哪个价格 掉拨价呢 其实它就是指的出厂价 这个价在卷烟厂 把卷烟给到烟草公司的时候 这儿就是掉拨价 说白了就是出厂价 只不过呢 它起的这个名 比较高大上而已 那这个是掉拨价 好吧 你看掉拨价这块呢 根据掉拨价格的不同 也就是说 根据出厂价格的不同 分成了甲类和乙类 那跟上学的时候 分成什么甲等生乙等生一样的 一说甲等生 那就是好学生呗 对吧 一说乙等生 那就稍微差一点呗 那才腌这也一样 那甲类卷烟呢 价格贵点的 乙类呢 价格便宜点的 你来看它这个标准啊 那说的是 每条掉拨价格在70块钱 及以上的话 那它就属于甲类 70块钱以下属于乙类 好 这是给它分成了两类 分成两类的目的是啥 对应的税率不一样 所以要进行分类 如果税率一样的话 没必要了 对不对 好 这个是跟大家说的 卷烟证 分成了两类啊 一个是甲类和乙类 然后呢 是根据掉拨价格来的 掉拨价也就是出厂价 这一点了解了 然后第二个 再来说 再来接下来再继续往后看 看它的征税环节 征税环节 我们说一般情况下 这些应税消费品 都在升伪禁的时候征税 你看现在有一个特殊的 发现没有 有一个特殊的 发现没有 对于卷烟来说 批发环节 是不是还征收一个税 对吧 批发环节征税啊 你看批发环节 又征收一道税 所以说对于征税环节 这块呢 卷烟 批发环节 加征一道税 非常非常重要 注意这是加征 那对于卷烟来说 它在升伪禁的环节 它要不要征税 要征 要不为啥叫加征呢 升伪禁 它照常来征税 那另外在批发环节呢 再征一道税 这叫批发环节加征 那具体什么是批发环节呢 你又得看这个图 批发环节说的是批发商 把这个烟给到 零售商的时候 这个叫批发环节 好那如果批发商把烟 给到批发商 它属于批发环节吗 它属于吗 不属于啊 批发商之间的这个流通 这个买卖卷烟的行为 它不属于批发环节 好只有批发商 给到零售商的时候 它属于批发环节 这个才属于 那如果说批发商呢 它直接把这个卷烟 给到消费者个人 它属不属于批发环节 属于吗 哎这个情形下啊 如果说出题的时候 它真的做题的时候 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形 它出它出现了这种情形 那么你就要来计算 批发环节的消费税了 属于批发环节 好吧 只有批发商跟批发商之间的 这种交易才不属于 一旦跳出了批发商这个层次 那它给零售商也好 给个人也好 都属于批发环节 都要来交税 好这是提醒大家的 批发环节 你怎么来理解 好接下来 再来看税率 再来看税率 那税率这块呢 首先呢 还是跟大家复习一下 我们讲第一章的时候内容吧 你看它这里呢 有比例税率 对吧 还有定额税率 还有比例加定额 那跟计算依据结合起来啊 如果说这个消费税 这个消费品呢 它是从价计争的 那它的税率对应的 一定是比例税率 对吧 如果说这个消费品 它是从量计争的 那它对应的 是什么 定额税率呗 那如果说这个消费品 它是复合计争的呢 那它对应的税率 又有从价 又有从量 好 这个是计税依据跟税率啊 给它有这个对应关系 你得知道 好接下来 你看这些税率 你就能够知道 它们的计税依据了 来看啊 我们说一般情况下呢 消费税 它这边呢 是从价计争的 你看雪茄烟和烟丝 从价计争的 没问题 对吧 属于一般的情形 你不用计它 好 你看卷验 卷验 它的税率呢 既有比例又有定额 卷验 它就是符合计争的了 对不对 它就是符合计争的了 所以现在你该干嘛了 你该总结了 你该往你刚刚列市的这个表里 计税依据这儿 写上 税务这儿是烟 这儿呢 计税依据 卷烟 它是符合计争的 对不对 写上这一条 好 知道 这个之后 来 接下来 看符合计争这儿呢 我们在打好基础上 给到大家的 这个定额税率 是一只多少钱 我跟你说啊 这数零 我都得数一会儿呢 数了半天 我知道 这是一只三厘钱 那好家伙 真的做题的时候 咱算吧 我们得算 一箱有多少条 一条有多少盒 一盒有多少支 好 我得换算三次 我才能知道 一箱征收多少定额税 对吧 我才能知道多少 然后呢 所以这儿呢 建议大家 不要进行一个换算了啊 直接把后面标黄的这个 你就抄到打好基础上 背的时候呢 就直接背 这个黄色的字体 就是说这个 卷验 在生产环节 在生产环节 在算定额 从量的这部分税的时候呢 是一箱150 生产环节 是一箱150 吸烟的会算是吧 那吸烟的 你为国家做贡献不少呢啊 然后呢 在批发环节 是一箱250 这个换算 一箱多少钱 考试的时候 不会给出来 你得直接背过啊 就是生产环节 一箱150 批发就是个250 批发是250 好 这个超上了 然后再来看 刚刚呢 我们说 卷验有区分 甲类和乙类 对吧 那在算税的时候 算税的时候 卷验 不管是生产环节 还是批发环节 它都是符合 即正的 那在生产环节呢 分了甲类和乙类 在批发环节 还分吗 不分了啊 不分了啊 批发环节 就不分了 批发环节 不分甲类和乙类了 统一 都是按照 11%的比例税率 然后一箱250 来算 然后一箱 等于多少根啊 一箱等于5万只 一箱等于5万只 好吧 好 这是第四个 跟大家说的 其实说完这儿呢 你看一下 我们前面这些 文字性的东西 刚刚是不是都带过了 包含烟 它的范围 包含卷烟 雪茄烟和烟丝 说过了 对吧 然后根据掉拨价格不同 卷烟呢 分成甲类和乙类 也说了 然后卷烟呢 在批发环节 加征一道消费税 都说过了 来下面啊 我们就算一下 这个烟里面 它的消费税有多少 正好带大家呢 练习一下 练习一下好吧 我们就写到这儿吧 假设现在啊 一箱烟 一箱卷烟 一箱卷烟是2万块钱 那你算一下 应该交多少消费税 这个是卷烟厂 在给烟草公司卖的时候 好 一箱是2万块钱 应该交多少消费税 那它呢 是甲类卷烟 我直接给到你 应该交多少呢 那你看呗 这个卷烟 生产环节 甲类应该按照 56%的比例税率 然后加上一箱150 对吧 所以这两个你都要来算一下 然后我们这两个分开来算呗 首先我们算 比例的这部分 那就是用价格2万块钱乘以 56%来算 好 这个算出来呢 应该是1,2,0,0 对不对 来继续 然后重量的那部分呢 一箱150 你再加上这150就行 好 最后加完之后呢 这应该是 应该是多少呢 11,1350 好 这光是生产环节啊 生产环节啊 生产环节你看他在卖的时候 2万块钱的烟里面就有1万多的税 那再往后批发环节 是不是还要征税 对吧 还要来征税 那你想想你吸到手里的烟 你里边负担了多少税吧 那肯定非常大的一个数吧 对吧 大的离谱 所以说你抽烟呢 就是在向国家交税 抽烟一大半抽的都是税 好 接下来有同学说了 哎呀 那抽卷烟 抽雪茄烟 那我交税这么多 那我不抽这种烟了 我抽电子烟 我电子烟 我抽着 我觉得对身体健康呢 危害也没那么大 而且呢 还有各种口味的 对不对 什么薄荷味的呀 酸奶味的呀 那我问你 电子烟 要不要交消费税 电子烟 哎呀 对 大家呢 对于这个税务热点 关心的也是够的啊 电子烟从这个月开始 也就是从2022年11月1号开始 也要征收消费税了 那电子烟同样 它在生产环节也要征 它在批发环节也要征 所以接下来在学二轮的时候呢 你们在学烟 它的一个范围的时候 这儿它肯定就包含电子烟了 好吧 电子烟这块 你现在可以给它加到电子书上了 加到我们的打好基础上 电子烟啊 也属于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那具体征的时候呢 它在生产环节 它是按照36%的比例税率来算的 然后在批发环节 按照11%来算 好吧 这个是我们说的电子烟啊 好嘞 那关于烟这块 我们就说到这儿 烟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半天 我们讲了哪些知识点 第一个 第一个 烟的分类 有三种 对吧 我们讲了有卷烟雪茄和烟丝 然后第二个 说了调拨价格 它其实就是出厂价 然后第三个呢 我们讲了烟 它的征税环节 有一个比较特殊 征税环节就是对于卷烟来说 在批发环节加征 它很特殊 所以征税环节呢 你是不是该补充一下这一点 对吧 征税环节要补充啊 好 这是第三个讲的 然后讲批发环节的时候呢 也跟大家重点说了一下 到底什么是批发环节呢 批发商批发商之间的 这不叫 批发商给零售商 好 这是批发环节 批发商给个人 这也是批发环节 这是第三点我们讲的内容 然后第四点 我们讲税率 讲税率这块呢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那还是卷烟 卷烟 它是比率税率 加上定额税率 那它对应的计争方式呢 就是符合计争 然后在税率这块 还要求大家 你能背过一箱是多少钱 它在征收的时候 必须要背过 商场环节一箱150 批发环节一箱250 这是跟大家说的第四点 第五点就是电子烟 现在也要征收消费税了 好 这是关于烟这块啊 好 刚刚 刚刚这个 哪个题算一半啊 刚刚没有算一半的吧 这个讲半天是因为消费税的这些税募里面 我们烟我们的酒 是出题频率最高的地方 所以烟这块呢 给你讲的比较细啊 后面有一些不太出题的 我们讲的就快一些 好吧 好 然后呢 刚刚有同学说电子烟 电子烟这块我再说一下啊 不是这道题没有算完 这道题批发环节 哎 这道题为啥没算批发环节 因为这道题 批发环节 我再说一下 这道题本身 我设置的前提就是 卷烟厂 他把这个烟 卖给了烟草公司 他卖给烟草公司的时候 他要交批发环节的税吗 不交 好吧 这就是为什么没算的原因 那批发环节的税 谁来交 是这个批发商来交 批发商来交 咱们现在 咱们现在就假设批发商呢 他对零售商卖的时候 假设一箱呢 他卖三万块钱 那他三万块钱 他怎么来算税 好 那我就去找批发环节 他对应的税率 对吧 比例的这块11% 定额的这块是一箱250 那我就用三万乘一百分之十一 算出来这个比例的这部分 从下计算的这部分税 然后 这部分是多少 让我算完 应该是三 333 对吧 然后呢 再把这个一箱250 这250加上 这个就是批发环节 应该缴纳的税款 是3550 好吧 算完了啊 但是你现在你也知道了 为什么我刚刚不算 就是因为刚刚对于卷烟厂来说 他不用交批发环节的税 好 现在我问你 你们都买烟对吧 你们去这个烟草专卖店 买烟去 那对于零售商来说 他在把这个烟卖给你的时候 他要不要交税 还要啊 这个消费税啊 我们现在说的是消费税 消费税 我们不是说了吗 单一环节征税 一般的情况下 他都是在升尾禁的环节征税 那现在卷烟比较特殊 他在批发环节 加征一到 那批发环节 加征完了 你到了零售环节了 还征吗 不争了 亲爱的们 不争了啊 对 他是叫叫增值税的 他是不要交消费税的 好吧 所以消费税这个 你一定要跟他的纳税 环节挂上钩啊 跟纳税环节挂上钩 好嘞 我知道了 不是我知道了 你们应该知道了 好嘞 一言这块我们就打入 好来下面 再来看9 再来看9 9这块 你来看他的税率 我们还是根据这个税率表上跟大家说这块的支点 首先 9包含哪些类 包含什么 哎 常见的 白酒 茅台五凉叶什么的 还有啤酒 青岛啤酒 是吧 还有黄酒 绍兴黄酒 这个都是征税的 还有一些其他酒 其他酒也是征税的 所以说酒这块呢 基本上你看到的这个酒都征税 你看他的征税范围啊 只要酒精度在一度以上的各种酒类饮料都征税 一度以下的非常少吧 对吧 你喝个real 他的度数还三点多度呢 所以这个呢 基本上你见到的酒 他都要征税 这是我们说他的征税范围啊 接下来再来看 啤酒呢 也分成了甲类和乙类 也有好酒和坏酒之分 那你看他的区分标准 也是根据出厂价来的 好 出厂价在三千块钱几以上的 那是甲类 不到三千的是乙类 那接下来出厂价怎么定 我们说这个酒啊 酒瓶非常容易碎 对不对 你包装肯定得好呀 你出厂的时候 你要收包装费吧 有些情况下 你装酒的那个盒子 你是不是还要收这个包装物的押金 对吧 那收的这个包装费 包装物押金 要不要含到出厂价里 要不要含 要含 含到出厂价里 我们再去算一下 他这一吨多少钱 再去跟三千比较 啥意思 举个例子 如果现在呢 这个生产啤酒的这个厂商 他在对外卖的时候 他卖了十吨 这十吨呢 卖的是两万九千块钱 好 另外 他收了包装物押金 两千块钱 那你判断一下 他的出厂价是多少 那你就看一下 总共收了多少钱 包含押金的这个钱 然后除以 总的吨数 对吧 那总共收的钱呢 应该是两万九 加上两千 然后除以十吨 好 最后算一下 这一吨呢 应该是三千一百块钱 三千一 好 一判断 他属于甲类 那属于甲类 你对应的找他的税率 是一吨二百五 税额是不是就算出来了 对吧 税额咋算 这是十吨 一吨二百五 我直接用十吨乘以二百五 这两千五 就是这个啤酒厂 他应该交的消费税 对吧 这是我们说的 在啤酒这块呢 你区分甲类 饮类的时候 对于包装物和包装物 押金呢 要算到出厂价里 算进去之后 再来跟三千进行比较 把这个请大家记住啊 好 然后再来看税率 再来看税率 我们说了 税率如果是一个比例税率 不用管 比例税率 这是最普通的 然后你看有哪些特殊 有哪些特殊 比如说啤酒和黄酒 啤酒黄酒都是一吨多少钱 它是一个定额税率 对吧 那么我们在算税的时候呢 这两个 它就是从量计征的 它是不是技术一句比较特殊 你得写上吧 啤酒和黄酒 它是从量计征的 好 然后 对于白酒来说 你看又有一个比例 加上一个定额税 那它呢 是符合计征的 关于白酒 你得总结上啊 白酒是符合计征的 然后定额税这块呢 你又需要记一下了 你看它给出来的是500克 是五毛钱 500克不就是一斤吗 一斤五毛钱 那在做题的时候呢 你就记住1000克一块钱 1000克一块钱 好 那如果说 刚刚给出来的是10吨白酒 给出来的是10吨白酒 这10吨白酒 它的价格呢 销售价 假设是31000块钱 那你去算这些白酒 它的消费税的时候 咋算 一个 从价的这部分 我得用31乘以20%来算 对吧 另外 从量的这部分呢 10吨 1000克一块钱 需要一个单位换算 一吨等于多少千克 一吨等于1000千克 所以呢 这10吨 你先得换算成千克 乘以个1000 好 换算成千克以后 再乘以它的定额税 再乘以一块钱 好 这个啊 就把这个 从量的这部分 对应的税款算出来了 算完了之后 这两个相加就完事了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对于白酒来说 算税怎么算 那关于酒这块 有人说不会单位换算 一 不会单位换算 你就记住 一吨等于1000千克 一吨等于1000千克 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再把1000克 一块钱记住就可以了 不会换算的 你把这个写上 好嘞 然后关于 这个酒这块 我们的最最重要的知识呢 就跟大家说完了 然后现在你的纸上应该 把计税依据的特殊规定 写下来了 计税依据这块呢 啤酒黄酒 它是从量计征的 白酒 它是符合计征的 好 学到这 我们消费税 符合计征的两种 对应的消费品呢 我们就学完了 分别是哪两个 符合计征 刚总结了一个卷烟 对吧 现在又总结了一个白酒 卷烟白酒 它是符合计征的啊 好 这块知道了 来下面 再来看前面的文字 文字这儿 对于啤酒这儿 有一个规定 说我们夏天 我们去大排档 然后呢 这个啤酒坊 它自己用自己的生产设备 酿的这个酒 要不要征收消费税 要 像这个对于饮食业 娱乐业 商业举办的啤酒物 利用啤酒设备生产的啤酒 也是属于啤酒的 也要征收消费税 这是第一个 自己酿的也要征 然后第二个 果皮 什么菠萝皮 什么的 它也是属于啤酒啊 也要按照啤酒来征 好 这是关于啤酒这儿 要注意的这两点 来下面关于其他酒 其他酒 首先第一个 葡萄酒 白葡萄酒 葡萄 红葡萄酒 它都是属于其他酒的 它是要适用其他酒的税务 来征税的 好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要说的呢 就是这些配置酒 调的一些鸡尾酒 什么的 这些配置酒 到底怎么来征税 我们要看这些 调制酒 它的酒基是什么 它对应的酒精的度数 有多少 对于这个 一到三个呢 一到三点 你现在简单看一下就行 听一下就行 现在不用去记它 也不好记 你看第一个说的是 以蒸馏酒 或者食用酒精为酒基 用蒸馏酒 调制出来的 最后这个配置酒呢 它的浓度 是在38度级以下 38度级以下 这个度数不太高 不太高的话 蒸税的话 对应的税款呢 少征点 按照其他酒来征 为啥说它税款少征点呢 你可以看这个税率 你看白酒的话 它是符合计证 是20% 加一个定额税 对吧 但是对于其他酒呢 是10% 所以其他酒啊 它的税率是低一些的 那对于你这个度数不太高的 蒸馏酒 然后又没有超过38度 那就是适用其他酒10% 如果是发酵酒是酒基的话 酒精的度数呢 低于20度 小于等于20度 也是按其他酒来征 好 如果不属于前面这两种情况 其他的配置酒 就按照白酒来征了 按照白酒来征 征的就多了 不光是征20% 还有一个定额税呢 对吧 还有1000克一块钱呢 这个说的是这三个 配置酒 好 来下面看重点 家里炒菜 都用到料酒 对吧 料酒征不征 不征 料酒不征 料酒它也不是说 对我们身体健康有损害的 调味用的 对吧 也是我们生活经常会用到的 它不征 还有呢 酒精 消毒酒精 它也是不征的啊 虽然说酒精它的浓度很高 但是它也不征 也是 对于我们的健康 没有什么损害的 对于料酒和酒精 不属于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啊 像其他的什么 药酒啊什么的 这个是属于的啊 好 然后这个第四个 我们说了 第四个说了 然后你对应的 刚刚这个表里 不征收消费税的 这一列 在酒这块 你是不是要把料酒和酒精 补充上 对吧 来下面 下面呢 这我们说了 来看第三个高档 高档的化妆品 刚刚说高档化妆品的时候 同学就有疑问 还说高档高档 多高 多贵算高档呢 你看标准出来了 是一毫升在十块钱几以上 那我们就拿我们常用的水来举例子吧 一瓶水 一般呢都是一百毫升 对吧 那也就是说一百毫升 它对应的价格呢 得在一千块钱几以上的话 那就是高档化妆品要来征收 或者是说你用的面膜是一片十五块钱以上 也是来来征收的 也属于高档 那这个标准要记吗 不用记 你们不是好奇吗 就把这个标准说一下 不用记啊 只是跟我们的生活太接近了 我们就看一下呗 不用记 然后我还想提醒你 高档化妆品这 我们可没有说有一些特殊的征税环节 也就是说它都是在升尾进环节 征收的 那对应的这些高档它的标准呢 指的就是出厂价 同志们 出厂价啊 你别拿我们买到手里的价格 去跟这个一百毫升一千块钱去比较 这是出厂价 出厂价 到咱们手里中间不定涨了多少价呢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平时用的这个 觉得很好用的什么神仙水什么的 它都不算是高档化妆品啊 不算 这个是出厂价 你说用的口红什么的 这个算 你看它一刻在十块钱以上 那口红3.5克 那就是35块钱了 对吧 出厂价35块钱的口红 非常常见了 那我们用的估计都属于这个高档化妆品的范围了 好 这个高档化妆品你知道一下就行 然后下面第二个重要 来看 这个舞台戏剧影视化妆用的这种上妆油卸妆油油彩 不属于消费税争税范围 好 这些影视剧的演员这些话剧演员 他们脸上擦的这个工作需要吧 对吧 工作需要 这个人家是出于工作的需要 这个是不征收消费税的啊 他并不是说为了就是自己买一些这个奢侈品或者是为了炫富的不是 然后就工作需要 所以把这个也补充上啊 好 简单写一下就行 这是第三个 来看第四个 第四个又出来了 又是女生比较喜欢的 对吧 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 来看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它的征税范围 包括以金银白金宝石翡翠珊瑚等等 这各种制作的纯金银的首饰以及镶嵌首饰 或者是打磨加工的各种珠宝玉石 你看他强调的是首饰或者珠宝玉石啊 我问你 你在金店你去这种什么周大福啊什么的 老凤翔啊 你除了能看见这种金项链 尖耳坠之外 你还能看见金条对不对 那这种大金条要不要征收消费税呢 金条征不征 金条不征 你看这儿他强调的得是首饰或者珠宝玉石 对吧 所以说大金条它是不征的啊 你们以后 你们在要彩礼的时候 别要三斤了 直接要大金条吧 三斤你还得交消费税 你看要大金条他就不用交消费税 而且还有保值增值 还有投资的功能 对吧 这个是大金条 然后你买的一些金银饰品的一些摆件 金银的摆件不是饰品啊 就是摆件也是不征的啊 好这个是征税范围这儿 要跟大家说的 然后下面也重要 来看税率这儿 税率这儿呢 不是说他对应的税率这个5%10%你要记住 不是的 是他的征收环节很重要 你看对于金银首饰 钻石及钻石饰品 以及薄金首饰在征税的时候 是在零售环节征税 很特殊吧 对吧 我们说一般的都是升尾禁 对于这几个为啥是零售啊 为啥零售 你想肯定零售环节征税 那我征上来的税会多一些 对吧 零售环节征税 征上来的税会多一些 那另外呢 你去想你买这些金银首饰 你去哪买 你不就是去商场的这些什么周大福啊 周六福啊 有没有周六福 好像是有的啊 什么老凤翔啊 你去这些店买呗 对吧 那这些店呢 它都是一些很正规的 这些商店 那它也是一些大型的企业 对他们来说 对他们的征管呢 是比较方便的 所以说对于金银伯钻来说 在零售环节征税 就是零售环节征税啊 反正你不可能说 我买一个金银首饰 我去地摊上买吧 不可能对吧 地摊上更假 好 接下来 再来说这个零售环节 咋理解 刚刚我们说卷烟 是在批发环节 加征 那是加征 那就是说生产环节 我要照常征 然后批发环节再征一道 但是现在金银伯钻 它是只在零售环节征收 那就意味着 在生产环节 它不征了啊 它不征了 好 这是对于金银伯钻来说的 你在这儿啊 你把四个字啊 标到你的达号基础上 金银伯钻 金银伯钻 这是仅在零售环节征收 好 这是第一类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除了金银伯钻之外的 其他的非金银的贵重手势和珠宝玉石 那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 计税环节 升为进 好吧 这是关于税率这块啊 关于金银伯钻 仅在零售环节征收 非常非常重要 好 来下面 该看鞭炮烟火 走到后面呢 我们走的就快一些了啊 因为前面重要后面不太重要 鞭炮烟火这块不包括体育上用的发令指鞭炮药引线 体育上用的这个也是工作用的 不包含他们 这是第五个 来下面 第六个成品油 成品油你在看打好基础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它写了将近大半夜的一个幅度 对吧 但是成品油这块说实话它不太重要 你首先你熟悉成品油它包含哪几类 然后对于成品油里这里有一些税收优惠 哪些免你留意一下就行 好首先成品油呢 它包含汽油柴油石脑油溶剂油 航空煤油润滑油燃料油都是属于的 汽车家的汽油 什么一些大的货车家的柴油都是属于这个范围的 在这儿呢 有一些优惠 对于航空煤油来说 飞机家的航空煤油是暂时免征消费税的 它是免征的 然后第二个柴油是符合条件的纯生物柴油不征 因为纯生物柴油嘛 它也没什么污染 它就不征 然后刚刚有同学说吃的油不征 对吃的油不征 然后这儿呢 你看这都是成品油 它跟吃的油没关系啊 吃的油是不征 然后再接下来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个变压器油 导热类油 这些绝缘油 它也是不征收消费税的 它也是不征收消费税的 至于这里面 哎到底食脑油是啥 溶剂油是啥 你用管吗 不用管统治啊 不用管那么多重点的内容呢 这儿你要是想扣的话 回去摆途一下就行了 好吧 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 把这个变压器油 导热类油 把它整理到不征收消费税那一列 它比较特殊 这是成品油理比较特殊的 然后呢 还有一些免税的 比如说航空煤油 比如说一些符合条件的纯生物的柴油 它是免税的啊 好 这是第六个 然后下面 看税率 税率这儿呢 本身它一升多少钱 你不要关注 一升多少钱不关注 然后你关注的呢 它是一个定额税率 对吧 那它意味着呢 是从量计证的 好 说到这儿 你去想一下到现在为止 我们讲的哪些消费税的税目是从量计征的 从量计征的有哪些 啤酒 黄酒 成品油 对吧 啤酒黄酒成品油 它是从量计征的 需要大家记住 那你来记呢 可以是什么 黄皮油 黄皮油 黄色的皮肤 你派出油 就是黄皮油 好吧 前面我们讲包装物押金的时候呢 给大家一个口诀是一般黄皮 对吧 这又有一个黄皮油 它都是从量计征的啊 好嘞 那关于成品油这块 我们就说到这儿 那下面继续 小汽车 小汽车 征税范围包含乘用车 中轻型商用客车 以及超豪华小汽车 我问你家里开的轿车 征不征收消费税 家里开的轿车 征收 对吧 这不就是属于乘用车吗 当然要征 然后路上跑的货车征不征 货车征不征 你看属于哪一类呀 不属于你找不到它 所以货车是不征的 这儿的小汽车呢 它都是指拉人的这些车 拉着人 拉着人在路上跑的这些 属于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啊 那货车它是不征收的 那继续你来看 电动汽车它也不征收 电动汽车对环境没有污染 不征收 然后沙滩车雪地车卡丁车高尔夫车 也是不征收的 这些呢 都是有特殊用途的一些工具车 工具车它也不是说上路为了拉人为了跑的 它也是不征收的 这四个也不征收 然后另外 下面这个呢 你简单留意一下就行 说的是 车身的长度在7米以上的 大于7米的 大于等于7米 并且座位在10到20座之间的 这个商用客车呢 它是不征收的 是因为它这个车身程度那么长 它不属于中轻型商用客车 它不征收 好吧 留意一下就行啊 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 好 你再来看第三个 你也不想好理解了 那这个是企业购进的货车 或者是相识货车 那你拿货车改装 改装成这种专用汽车 专用汽车 也不属于小汽车的范围 它也是不征收的 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的 小汽车这块征收的话 它的范围有哪些 对吧 这是说的这一点 后边再来说一个重要的 来看超豪华小汽车 超豪华小汽车是 零售环节 加征一道消费税 啥叫加征 啥叫加征 加征啊 生产环节照常征 零售环节 我再给你征一道 那你不是有钱吗 你不是要买豪车吗 对不对 买豪车的话 你有钱好 我就让你多交税 所以在零售环节 加征 好 既然又出现了超豪华 那多少算超豪华呢 零售价格在130万机以上的话 那它就是超豪华小汽车 所以你买车啊 你买的贵了 你想一下你这里面负担的税也不少呢 生产环节你得交易到 然后零售环节 你是按照10%的税率再来交易到 那当然了 有钱人不在乎 不在乎也没事 那我们呢 就让你多点点税 对吧 给国家做个贡献也挺好 来 这是我们说的小汽车 下面继续往后走 然后税率这块呢 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它都是比例税率 所以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来 第八个摩托车 摩托车 它的征税范围呢 是气缸容量 在250毫升机以上的摩托车 那就是说你排气量呢 你大的 对吧 排气量比较大 对环境污染呢 比较重 像这种的 是征收消费税的 如果说气缸容量 没有到达250毫升 那这种情况下 摩托车呢 是不征收消费税的啊 这个是250 这个是250 又出现了一个250 今天这节课 说了好多250对吧 来下面继续税率这块 税率这块呢 同样都是两个比例税率 不用管它 考试的时候也会给出来 来 这是第八个啊 摩托车 来第九个 高尔夫球技球具 反正这个名义起的吧 就像我们打不起的样子 对吧 高尔夫球球具 反正也是有钱人玩的一个游戏 像我们打个乒乓球 玩羽毛球 找个场地 就能去打了 但是高尔夫球呢 你得去办会员吧 你得去高尔夫球场办会员吧 这个会员都是几万到十几万啊 几万到几十万 非常非常贵 那还是只是有一个会员的资格呢 你进去打球 你要另外付钱 所以说这呢 又是一个有钱人玩的游戏 当然要征税 那征税的时候呢 你看它针对的是高尔夫球 以及打球的这个球杆 球杆要征税 以及装球的这个球包 或者是球袋要征税 总之都是跟高尔夫球相关的 那这是不包含高尔夫球帽的啊 球帽戴的帽子 那你打球能戴 你不打球就不能戴了吗 也能戴啊 对吧 你当个装饰品也能戴啊 所以高尔夫球帽啊 它是不征收消费税的 但是像球本身 球杆以及球包 它都是征收的 好 那球杆呢 它具体来说 它的组成又有 杆头杆肾和握把 那这三个 它的组成部分也要征收 那如果不征收的话 会有啥后果 其呀 我就不生产高尔夫球杆了 我就生产球 球头 不是 我就生产杆头 然后呢 另一个企业 我就生产杆身 另外一个企业 我就生产这个握把 然后最后这三个 我找一个企业一组装 完事了 对吧 那这个啊 消费税 它不就流失了吗 所以说 这三个啊 你生产的是 球杆的组成部分 它是也要征税的 注意一下这个征税范围 然后它的税率不用管了 10%又是比例税率 好 第十个 高档手表 又出现了高档 多贵 多贵 它的价格呢 得是在一万块钱以上的 它是在一万 一万块钱以上 这个一万呢 是含一万的 好 我问你啊 我现在 我去商场买一块手表 那这个手表呢 它的不含增值税的价格 是一万块钱 我要不要交消费税 不是我要不要交了 商场要不要交消费税 确实 确实手表价格有点低啊 不要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高档手表 它也是在生产委托加工进口环节交税 现在零售环节 你管它多少钱呢 人家就算卖十万块钱 对于商场的这个卖手表的这个地方 人家也是不交的 好不好 这是第十个 好嘞 来下面 第十一个 游艇 游艇 这的游艇呢 哎 反正也是我买不起的 这个游艇也是有钱人买的一个东西 那这的游艇呢 一定指的是机动艇 是机动艇 你不用自己给它用脚滑的 不是这种 无动力艇 也不是翻艇啊 它自己有发动机的这种 它才要征税 好 你需要注意一下 无动力艇和翻艇 不属于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好 这是第十一个 来下面第十二 我们把这个税目讲完再休息啊 十二是木质一次性筷子 需要大家注意的 两点 一个得是木质的 第二个得是一次性筷子 你看今天道具都上来了 这个筷子能看清吗 看不清啊 这个筷子看不清 这个筷子就是大家平常点外卖 你们拿到的筷子 它属于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吗 不属于 不属于 因为它是逐质的 它不是木质的 对吧 就是想提示大家的第一点啊 得是木质的一次性筷子才征收 然后第二点 得是一次性的 我们家里用的木质的筷子 用个两三个月 它也 它也是呢 反复使用的 它不是一次性的 所以 它也不征收消费税 好吧 一定得是木质的一次性筷子 注意这两点啊 然后关于税率没什么说的了 好吧 这是第十二个 来看第十三个 石木地板 石木地板这呢 有三点要提示大家 第一个 这个石木地板 不光包含这个税木里的名称本身的石木地板 还包含一些石木纸接地板 石木复合地板 都是属于这个范围 第二点要提示的 不要看到这个石木地板啊 就觉得这个石木的装饰品铺到地上 我才来争 不是的 人家用来装饰墙壁呢 装到墙上去 也要争 装到墙上也要争 好吧 跟它装到哪儿没有关系 这是第二点要提示的 然后第三点 你不要觉得这个光滑的 抛过光的 最后的这个成品要争啊 那就算是 它是一个素木板 它是素板 或者是说是白皮板 那它呢 就算带着刺的 它是这种石木的 也要来征收 好吧 包含素板和白皮板 是包含这个的 这是这三点要提示你的啊 那关于税率这儿 没什么说的 来下面第14个 电池 还终于完了 快 电池呢 它是征税范围 你看有原电池 蓄电池 燃料电池 太阳能电池 和其他电池 非常多 对吧 但是你来看下面 对于太阳能电池 和燃料电池 它是不是免征消费税 所以说这儿啊 它就直接免了 那对于这个里面的原电池呢 原电池有一个五拱原电池 里原电池 它也是免的 对于蓄电池这儿 一些金属氢化物的蓄电池 什么锂离子蓄电池 它也是免的 所以说你别看电池 它的征税范围很广 这里面要征收的 其实不太多了 就是对环境有污染的 这些才征收 你比如说下面 需要你重点关注的 就是谦虚电池 谦虚电池 它是要征收消费税的 好吧 好 这是谦虚电池 那当然你看这个政策呢 是2016年实施的 因为2016年的时候呢 它的技术也不太先进 那谦虚电池呢 你看这里不是有签吗 那是重金属对吧 对环境呢有污染 所以说 对谦虚电池 我们征收消费税 但是现在啊 随着这个公益的改善 人家谦虚电池 对环境的污染呢 污染力度没有那么大了 甚至没有什么污染 所以之后 谦虚电池 会不会取消 征收消费税的这个规定 很有可能啊 但是现在 我们就按现在的规定走 好吧 这是第14个 电池这块 来 下面 下面再说第15个 土料 土料还是 征收它的目的呢 就是因为 它这些挥发的有机物呢 对环境污染太大了 所以要征收 但是你看 如果说 施工状态下 挥发性的有机物呢 它的含量 低于一升420克 那就是污染的程度不大 对吧 这种情况下 它就免征了 好吧 这个420用不用寄 现在不用寄 不用寄啊 没有那么多要寄的 涂料这块 有一个免征的 好 关于第15个涂料 我们就跟大家说完了 然后有同学说 这里的免征和不征 是一个意思吗 不是一个意思 首先不征呢 它是不在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这叫不征 然后免征 它是属于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但是给了它免税的规定 就是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东西 它不用交消费税了 这是它的结果 那在消费税这儿 有同学说 老师我用区分免征和不征吧 你不用区分 不用区分啊 增值税那儿我们要区分 但是消费税这儿 没必要区分 好吧 那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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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